这一节主要讲解课前准备部分的相关内容 主要涉及到一个开发工具以及两个开源库 我们在进行iOS相关的开发工作当中 经常会使用一个叫做CocoPod的一个第三方开源库的 依赖管理工具 它可以方便地进行第三方开源库的查找更新以及安装等相关的操作 在苹果推出Swift编程语言之后 社区专门针对Swift项目推出了一个依赖管理工具叫做Cuthatch 它基本实现了比CocoPod相似类似的一些功能 但是它又与CocoPod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与CocoPod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点 我们在使用CocoPod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工具进行第三方开源库的进行信息查找 所以CocoPod它一定收集了整个所有相关的第三方开源库的信息 所以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依赖管理工具 而Cuthatch呢它提倡去中心化 提倡更加更友好的升级的方式 所以它并没有收集这些第三方开源库的信息 当然这并不是说Cuthatch就优于CocoPod 只是说Cuthatch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失落 接着比较重要的一点 是非注入式和动态库这两个特性 苹果在iOS8之后可以支持我们自己的动态库 所以Cuthatch呢是将所有的第三方开源库分别编译成一个动态库 从而手动添加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而CocoPod呢是将我们所有的第三方开源库 编写成一个静态库 并且是自动添加到我们的项目工程当中的 我们在使用CocoPod的时候 可能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习惯就是 如果我们使用Pod的命令进行安装 以及更新我们的第三方开源依赖库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关闭我们当前的项目的 这是因为Pod它会修改我们当前项目的某些属性 而Cuthatch呢 它提倡一个透明化的操作 所以它并没有主动地去修改我们的项目描述文件 我们需要手动地将我们编译之后的动态库 添加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所以Cuthatch呢是一个非注入式的依赖管理工具 待会儿我们会通过一个简单的demo 来讲解Cuthatch怎么去使用它 以及有哪些注意点 后面两个主要是一个第三方的开源依赖库 第一个 Oriactive Coco 它是GateHub推出的一个响应式编程的支持库 它支持iOS平台以及Mac平台 它非常方便地使我们进行 KVO以及IOS Target这些模式的开发 它统一了我们在iOS平台上开发的体验 而且响应式编程使我们可以以另外一种体验来进行iOS开发 接着Slapped Kit 大家可能记得我们在进行iOS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使用纯代码进行一个叫做AutoLayout的UI布局的 但是如果你一旦使用过AutoLayout进行UI布局的时候 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编写了大量重复的代码 而且我们在进行UI调试的时候 非常的不方便 通过UI调试所打印出来的Log或者是错误消息 我们并不能很好的定位我们的问题所在 而Slapped Kit呢 它改善了这个体验 它使我们编写很少的代码 就能够完成一个UI的布局 而且Slapped Kit都使用方式 也基本遵照了AutoLayout原生的添加方式 所以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Slapped Kit 它是一个用Swift 纯USwift编写的项目 在这之前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项目引化而来的 另外一个 它的前身是使用一个纯UC 纯UC所编写的一个库 而到了Swift时代呢 它又重新的实现了一遍 接着我们来通过一个demo 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讲解 我们将会创建一个demo 来进行详细的讲解 OK 我们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基本的demo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Cuthage 我们在GateHub网站上搜索 搜索它的主页 我们在它的主页上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它的demo文件非常详细的描写 描述了它的目标 以及它的使用的方式 安装方式等等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地方 进行安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使用步骤 这里描述了三个使用步骤 第一个我们会描述一个 Cutfile的一个描述文件 它非常的类似我们之前的 Podfile文件 它详细的记录了 我们所依赖的第三方开源库的地址 以及它的版本号 或者是分支 接着我们会运行一个安装的命令 接着我们是需要手动 拖在我们的动态库 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这个地方跟使用Podhead CocoPod的时候有一点 有一点点区别 我们使用Pod CocoPod的时候 它是自动将我们所依赖的 第三方开源库 所最后编译成的静态库 自动添加进我们的项目的 而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手动操作这一个步骤 相对来说 比较麻烦一点点 在后面更新的时候 如果我们更新了我们 一些第三方开源库 我们同样需要进行同样再次拖在这么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可以写一个脚本 使这个操作自动化的完成 所以它也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工作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描述文件 首先我们文件的名字叫做CutFile 接着它这描述了一个简单的事例 如果你的项目托管在GateHub上面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简写这么一个地址 而不需要把我们Gate的地址完整的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问题 目前来讲CutFile 它只支持使用GIT进行版本管理的项目 而并不支持SVN 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文件编写格式 它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事例 首先第一行是一个注释的代码行 这个可以理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首先写了一个GateHub 表明我们的项目是托管在GateHub这个网站上的 接着是我们的项目的地址的简写 然后接着是我们版本号的一个描述情况 这个描述的语法 跟我们使用PotFile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照PotFile的描述 然后我们找到 然后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前面的前缀只写了一个GIT 而并不是之前我们所看到的GateHub 后面我们更写的一个项目地址 是一个本地所管理的一个项目地址 另外还带了一个分支 然后这就是我们在添加第三方依赖库的时候所编写的描述文件 接下来我们将会创建一个CutFile文件到我们的项目中 然后我们将会添加我们所依赖的第三方开源库 接着我们添加另外一个 好了 接着我们进行安装的操作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我们的描述文件 哎 非常正确 它的安装 安装我们的第三方开源库的时候 同样是使用一个 也叫做CutHedge的命令 update 而我们这里执行的命令叫做update 而不是我们在使用CocoPod的时候 所使用的Pod install这个命令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区分一下 接着我们执行安装操作 同时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动生成了 生成了两个 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夹 在文件夹当中 有出现了两个子文件夹 Checkout 它主要是将一些 这些开源库的代码 给当下来 另外一个Bear的 它自动编译为了两个平台上 所需要的一个动态库 我们点进去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编译好了 一个其中一个动态库 待会我们会将它手动添加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好 现在我们已经安装更新了 我们所依赖的第三方开源库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安装更新的时间有点偏长呢 大家可以 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我们先看到一个体系组 watery 接下来 说明文件夹 有变底 Go efter